长荣航空爆出了机师确诊了 那么其中一位机师的足迹 还跨县市到了高雄 据了解他是在上个月11号 从芝加哥飞回台湾之后 就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开车载着妻子南下到高雄 去到一家推拿馆 一待就是五个小时时间 中间还跑到人来人往的超商面交 这恐怕有违反防疫规定之嫌 而这一对机师夫妻 为什么会待在这一家推拿馆 长达五小时时间 附近居民说 这个推拿馆的老板娘 都是预约制 平常大门紧闭 很少跟邻居交谈 感觉很神秘 确诊机师跟妻子来到高雄 第一时间就是造访推拿馆 三号上午紧急朋友消毒 推拿馆在前一天就大门深锁 附近店家说 好几天没看到老板娘 所以是我们长保了 我们也很多都没看到她 他们推拿我们在楼上 他们是推拿很厉害是不是 推拿是很厉害 他们都是一家的 会固确诊的案16119 及时足迹上个月十一号 从芝加哥返台后 二十一号就开车带妻子到高雄 推拿馆一待五小时 中间一度去超商面交 明明是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却还去人多的地方 没待在家爬爬造 是否违反防疫规定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自主管理的话 自己本身要稍微自爱一点 不要乱跑 隔天他又飞香港马尼拉 最后一站是澳洲布里斯本 返台后PCR检验9月2号 验出阳性确诊 明明已经接种两剂疫苗 就怕是Delta病毒突破性感染 已经让高雄足迹当地居民 人心惶惶 就怕诺夫特事件重演 让疫情再起 当地民众如临大敌 也怕高雄因为机师南下 出现破口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